大家好 用史料、讲历史、摆证据来讲历史 我是蒋可石 专门从事抗战史的考证 前回讲到的是 平行关大劫的所谓三劫之一 讲的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叫一马岭战斗 把人称为平行关的三劫 其中呢 这个一马岭战斗叫妖战阻击战 是杨长武独立团 也是一一五式的一支部队 进行的一次作战 上一回呢 主要分析了这个所谓的 腰战阻击战 到底是什么样的战斗 在什么地方开始 分析了这么一个问题 主要讲了几点 一个就是杨长武独立团的腰战阻击战 属于一五式卫协助平行关战役的布局之一 它的目的是切断敌军对平行关前线的后方运输线 这是独立团的目的 这支部队呢 是从9月23日从上寨出发 经过上下北全到达了24日中午到达腰战 在向一马岭爱口附近呢 和一支日军的小部队遭遇 并将其击溃 这支日军的小部队分为两路 一路逃向灵丘方向 一部分呢退回一马岭 接到通知之后呢 日军在9月24日午后4时派援军到达了一马岭 这支援军呢被杨长武称为两个连队 独立团呢就对其进行了监视 并部署了攻击准备 在9月25日独立团呢就对这支部队 也就被称为两个连队的部队 杨长武使用了一个营和两个营 一个座域被队 就对这个日军部队进行了攻击 在日军称这就叫一马岭之战斗 目的是夺取日军所守备的一马岭爱口 战斗结果呢 杨长武在回忆录中称 尖敌400名攻克着一马岭打扫了战场 并追击之来源来源成县城 又收复了来源继续追击了50里 这是他的这个吹牛了 这个吹牛没有底线 但是从当时留下的唯一可靠的记录呢 叫中角潘笔录 就是他做了一个这个中角潘是宣传干事 做了一个记录 这个记录称呢 从这个记录判断呢 独立团战斗中失利 并没有攻克一马岭 而是撤退了 在为了躲避日军的援军到达 就主动撤退 此次战斗呢 独立团中角潘记录 独立团方面共死亡 战死30名 负伤约73名 也就是出现了103名的损失 包括一部分武器 也就是丢失了一部分武器 所以从这个当时的记录看呢 大家所知道的 都看的这杨诚武记录呢 讲的是大胜 全胜 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都是不实的材料 从当时留下的一个这个笔录 这个中角潘这个人1939年就去世了 所以他这些东西全都是当时的记录 又可以了解另一个 另一个这个邀战主机的这个内容 到底谁是真谁是假呢 如果要判断这个问题呢 必须还得再看看日军的记录 今天我们就讲讲日军留下的这个战史记录 这个作战部队呢 叫第五师团的步兵第九旅团 这个第五师团的这个作战史料 就包括这个三浦旅团的 平行文作战方面的史料 几乎下级部队的史料 几乎都没有留下来 但是这个步兵第九旅团的史料是特别的丰富 他有这个日志 有战斗降报 还有各种下级部队的记录 所以这个利用 第九旅团的这些史料 研究平行观 因为这个旅团没有参加平行观大截 但是要研究夭战阻击战和气候的台儿庄方面的战斗呢 可以说这个史料是十分丰富的 可以把战斗分析到非常仔细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这步兵第九旅团 这个第九旅团呢实际上这个本部在广岛 下面有两个联队 一个是41联队 步兵第41联队在福山县 离岗山很近的一个地方 过去的这支部队曾经是岗山的部队 还有一个就是第五师团的主力 叫步兵第11联队 就住在广岛城下 是两步兵联队 这是第九旅团 这个第九旅团的旅团长叫国旗登 当时是少将 国旗登少将 下面这个联队长呢 十一连队长叫长野幼鱼狼 四十一连队长叫山田铁二郎 这支部队呢 当时又叫一部分就叫国旗支队 国旗支队 当时呢这个第九旅团呢 住在玉县 玉县 其中的一部分 其中的一个大队 我们知道是步兵第十一连队的伟家大队被配属给三部旅团 参加了平行团战役 其他的大部分在玉县 是按这个师团的 也就是按这个北支那方面军的指示 从玉县 调往河北 准备参加石家庄 会战的部队 所以他没有去山西 在玉县 其中的主力 当时呢 就这个主力呢 就是9月18号 从玉县 进驻来源 来源县也是河北的一个地名 也可以说是和山西省交界的太行山区的这一个县城 叫来源县 这来源县西边就是陵丘 就是山西省的陵丘 南边就是太行山区 这个支部队呢 调到了这个 这个来源 调到了来源县以后呢 18日进入来源县以后呢 准备从来源 进驻保定 也就是通过义县 越过太行山脉 通过义县 进驻保定 然后去石家庄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这支部队呢 是9月18号到达 来源 28日到达义县 也就是在一线当中呢 不是在来源当中呢 它铸留了大约一个礼拜 七天 最后呢 这个实际上 它因为这个平行关战役的开始 这支部队没有赴石家庄 而是在战役开始之后 一部分 又经过铁路赴大同 最后被送到了这个新口战线 是这么一个部队 这支部队呢 在同时 也就是在这个平行关战役的同时 其中的一支主力 称国旗支队 这国旗支队一共是步兵第41连队 还有一些炮兵 这支部队呢 也就是一个多连队 这一支部队约5000人赴上海 参加了这个荆州湾的这个登陆作战 最后呢 是从这个杭州 经过这个湖州 最后到南京 这支部队呢 是打这个江口 就是长江北岸的这个扑口的部队 也参加了这个南京作战 当然呢 战后也是被追究过这个大屠杀辞任的一支部队 就是其中的这个国旗 叫国旗支队的 这一部兵第41连队 那也是这么一支部队 后来又从上海返回青岛 参加了这个台儿庄战役 在台儿庄战役呢 这个久功不克的林一成呢 是被这个国旗支队攻克的 最后呢 又行进到这个码头镇 南澳沟啊 也是在这个台儿庄战役的第二次 也就是第二次台儿庄战役当中 受到损失最严重的部队之一 这就是国旗支队 这是国旗支队呢 因为在来源铸留着一个礼拜 所以他实际上他经历了几场小的小型战斗 其中最大规模的一个战斗呢 就是巴勒军所受的腰战阻击 腰战阻击 此时这个第九旅团一共多大呢 因为他有这个记录可以非常的清楚 他一共啊 这步兵第十一连队呢 因为一部分参加了平行官 所以呢 实际上他的步兵第十一连队 还剩下1319名 步兵第41连队呢 剩下 全体一共是3367名 还有一个骑兵分队 也就是这些主力兵元素加起来是4790名 609匹马 另外还有配属的野炮兵第五连队第二大队 独立山炮第三连队第一大队等等 推测这个总人数大约在6000至7000人之间 这个部队呢 是20号到达来源县城 驻留了一周 最后又赴一县 在这个期间发生了这个腰战阻击战 日军称义马岭 义马岭是当时的这个 巴勒军攻击的这个一个地名 称义马岭促进战斗 现在这个纪念碑呢 就建在这个义马岭的这个山顶之上 由于这个国旗部队留下了这个 详细的战斗详报 所以这个对腰战阻击的实态 非常容易把握 当时这个一个礼拜之间 这个步兵第九旅团 记录了在来源附近的几次战斗 分别被称为义马岭附近战斗 这就是腰战阻击 插舰岭附近的战斗 白石口附近的战斗 浮屠域附近的战斗 其中白石口和插舰岭的都是长城 就是内长城的一部分 这个长城县的战斗和这个国民党军的作战 在这个义马岭战斗呢 实际上杨长武吹是与两个连队作战 实际上人家记录就是出动了一个中队 约150人 最后作为派遣援军呢 又派出了一大队的援兵 但是这个援兵到达之前呢 杨长武就撤走了 实际上日军的参战部队呢 就是150人可以判 非常明白 这是义马岭附近的这个战斗 其实这个其中当中还有 就是八路军所谓的平行官叫三劫之一吗 其他还有什么三劫呢 还有叫做倒马关附近的战斗 实际上这个旅团经历了这个战斗 他也有记录 只不过这个战斗规模太小了 这个日军为一个小队 八路军方面为一个骑兵营 骑兵营 但这个15师的骑兵营一战即溃 那就逃走了 留下五具尸体 逃走了 所以日军方面仅记录了有一名负伤轻伤 所以这个部队 这个战斗就没有作为战斗记录 而作为一个中队的事后的报告 就是和一支八路军部队遭遇以后呢 这个负伤一名 就是作为这个报道的处理 这个战斗实验在军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 就是八路军的军事当中呢 就是叫做这个倒马关大劫 也称这个消灭了三四十名敌人 这个倒马关关于下回来讲 这次主要是讲这个义马林附近的 就是腰战足迹战 可以说这个第九旅团的史料 是有关的腰战阻击的唯一的这个答案史料 八路军方面因为他没有史料 讲的这个唯一的有点价值的就是 中角派一个政治干事的 就是宣传干事的流显的一个笔记 别的他没有任何的史料 但是日军的这个史料呢 就对于战斗记录的这个非常的全面 下面请这个导播把这个第一图给打开 第一张图打开 这就是这个步兵第九旅团的战斗降报和正中日志 光通这个两个 这是两个答案史料 一个就是正中日志呢 就是每天每时每刻的记录 这一天他这个正中日志的特征呢 把这一天比如说有什么命令 给谁打了电话 哪个部队有着什么变化 每支部队有多少人 他都有很详细的记录 这叫正中日志 他是按照这个时间记录叫正中日志 战斗降报呢 就是其中的某一个比较战斗呢 从拔萃出来以后这个详细的经 经过这个对这个战斗进行的描写 叫战斗降报 也就是第九旅团观的两种记录都留下来 这其中都是把掌握 腰战阻击的一个重要材料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个当中记录的内容呢 看一看这个实际上这个易马林附近的战斗 到底是怎么样一场战斗 也就是杨成武的腰战阻击吧 腰战阻击 腰战阻击 腰战大劫 这个第九旅团到达来源之后呢 他有这个为了侦查道路 因为这个来源以南 以东 以西都是山区 所以呢他派出了三个侦查队 往东方呢就是通过这浮屠域 紫金关探索去易县的道路 这个是在这个战略上来说呢 是这个整个旅团的行进的主要路线 就是往东经过太行山 跨过太行山进易县 同时呢调查了南方的来源至保定的道路 这支道路非常险恶 但是通过这倒马关 通过倒马关 最后到达这个府平府阴 进入这个保 也可以通到保定 但这支道路啊就南方道路非常的险恶 这个日军只是侦查看有什么什么敌行 并不想走这条路 另外呢这旅团考虑到有可能将来 向灵丘方面前进的可能性 在9月22日就派了一个中队 也步兵第11连队的第9中队 和一个师团的有线小队 也就是铺电线电话线的小队 小队有13名人 一个中队加一个小队呢 就向灵丘道路向这个西方前进 看看这个有没有路通到灵丘 能不能通车去灵丘 只要是做侦查活动 这支部队呢走到这个中队呢 也就是它的主力 这一个中队走到这个当地叫洪泉子 这一旦就发现道路就没有了 这个不管什么样的车辆都不可能通过 只剩洋长小路了 于是呢 因为这个它侦查的目的就到了 就是这个西方至灵丘的道路 不可通车 那这么一个结果 它就返回到了来源线 但是这13个人的电话线 这个电话班呢 是为了这个铺线去灵丘的 就是驾通电话线 所以它继续前进 来到了这个易马岭 也就是说易马岭附近实际上没有道路通的 这个因为这个电话线呢 它不可以走洋长小路 牵着马拉着电话线 走到易马岭 走到这个邀战附近的时候 就和杨成武部队 这一个营的先兼接触 这就是24日的接触 杨成武发现了这个日军的一个班 马上就进行了这个攻击 当时呢这个日军的这个 这个一个班的电话钉 他就给打散了 一部分退回易马岭 一部分逃向来源 这就是24日的战斗 当时呢因为电话线 它是铺电话线的 马上就打个电话去给来源 说是现在遭到了日军 然后日军马上就从来源 派出了这个第九中队 就是以前 他已经返回到来源了 这回又出动 向利马岭前进 在这个9月24日的午后4时 到达伊马岭 到达伊马岭之后 就开始这个 他的目的呢 并不是和这个遭遇的八路军作战 他的目的就是 来救援这个电话班 把这个电话班的人员呢 都给找到以后 保送回来源是他的任务 所以这支部队呢 到了这个伊马岭之后 就住下了 住下了以后 就开始分几个班 去寻找电话班的人员 他当然知道了 在这个邀战附近 当时呢 这个叫白洋铺 白洋铺是个比较大的村子 这个独立团的主力 在白洋铺 知道这个地方啊 有一支八路军部队到达 有重机枪 有迫击炮 不是一般的部队 有重机枪 有迫击炮 是比较强力的部队 住在白洋铺 但是这个一个中队 他一共才150人 他的目的又是寻找这个有限电话班 所以这个24日呢 就等于他没有发生接触 两个部队 一个在这个白洋铺 邀战附近 一个在山顶的伊马岭 就互相对峙 这支在同时呢 这个日军的部队呢 主要是在附近搜索 其打散的电话班的下落 在当天他就发现了 有七名 七名电话班的人员 其中的半个班就发现了 收容到伊马里 但是其另外的一部分 还有六个人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就没有完成任务 所以不能撤回来源 他就在伊马岭晚上就过夜了 过夜了 在第二天9月25日 也就是平行关战役 平行关大捷 开始的这一天 日军开始总攻的这一天呢 这个杨长武就是从 自己就布置了一个主动的攻击 他并不是阻击 而是主动攻击 杨长武曾向两个联队日军发起攻击 这怎么可能呢 对吧 实际上是150人 他知道人不多以后 他才敢攻击 如果要真是一个联队 两个联队 这杨长武的一个独立团 怎么敢主动攻击 这时候呢 就是杨长武 所以就被这个日军的这个一个班 当时计划 后来变成了一个中队 以这个情报为主 就错误的判断 这个日军是奔赴灵丘 准备支援平行关的部队 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所以他将主力 两个银都留在了这个白羊铺 准备打这个一马铃 实际上呢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去三山 去这个灵球北方 在当夜呢 就是在部署战斗之中呢 他派了一个营 就去三山 就是我们的任务还是去三山 不到三山的话交不了拆 所以他把这个营派到了三山方面 用两个鹰的主力 来打这个日军的这个一个第九中队 这就是这个腰战阻击 这个斗部再把这个第二图打开 这个第二图呢 就是当时的就是19 这个是2018年 我去调查的时候拍的照片 这个一马铃到底在哪里呢 实际上我站的这个位置是来源杯 就是来源的纪念杯在山顶 这个山顶也是战斗场所 也就是日军的坚守的一个阵地 下边呢 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 有一个中心的地方有个圆圈 这个是一马铃爱口 这个地方叫一马铃爱口 这个黄线呢 是这个八路军进攻的主要路线 向这个一马铃爱口进行攻击 这是当时的这个作战的地域的痊愈图 现在看不太清楚 下面这个导播再把这个第二图打开 第三图打开 这是主要的这个路线 这是怎么作战呢 也就是在25日在这个一马铃 一马铃就是右方的这个蓝线这个地方呢 日军是有一个中队 有一个中队在驻守 在25日早晨呢 这个三本中的又奉命去搜寻这个另外的一个班 但是没有发现 这个班呢 这个后来讲的知道是 就是因为他去了凌丘了 逃向凌丘了 他就是等于是被打散了 由于那25日清晨 他继续在这个附近搜索 这个五名六名这个电话班的人员没有发现 于是他就决定啊 就是准备向来源撤退 就是他不和巴勒军复战 我就回去 因为我的任务是来寻找这个失踪的这个通信班 但是在回去之前呢 突然就发现了这个25日黎明以后呢 就发现了这个巴勒军 从这个邀战和白洋铺方面派出了三支部队 向一马林开始攻击 于是他就没有撤走 就开始对巴勒军就开始了这个战斗 这个据当时的日军的记录和这个杨成武本人的记录呢 他这个作战的是第一营 第一营 第三营呢 李水清那营是做预备队 最后一共是多少 可能是两个营都参加了部队 刚开始攻击呢 是第一营分成三支部队 从山下向山上 两路绕攻 一路主攻 就是地图这个形式 向这个日军的这个阵地 也就是一马林阵地 发起了这个主动的攻击 这就是邀战阻击 所谓的阻击 实际上是主要的是攻击 所以他攻击为什么敢攻击呢 就知道日军的人少 想趁少之际呢 将日军部队打退或歼灭 这是杨成武的一个企图 分三路前进 当时呢就是这个右方呢 从这个 怎么来讲呢 就是下方 地图来看就是下方 这个下方呢 就是刚才拍照片的这个高地 现在上面修着一个来源的一个纪念碑 因为这个是高地可以保护安全的 就是南北都是高地来坚守 防止被八路军迂回 占领了两方高地以后 中间的一马林爱口 受到这个从上至下的辐射 也是这么一个目的以后 派出两支部队在两翼 逐立呢在这个道路 也就是爱口阻击八路军的这个攻击 就这么一个一场战斗 在日军对这个战斗每一个时刻都有记录的 这个从这个记录来看就是在8点40分 这个第九中队就向这个来源的指挥部 进行了电话报告 向旅团进行电话报告 旅团接到报告后呢 第一季败出了一个第十一连队的第三大队 第十一连队叫目前大队 目前风至少佐指挥的一个大队 配属山炮兵第三中队 配属两轮炮和船车兵四名 卡车一名一辆 从这个9点半从来源出发 准备支援战斗 但是这个援军是下午2点钟到达了 但是在12点30分呢 这个山本中队向旅团报告说是正面之敌 已开始动摇撤退 就是包括就报告这个巴勒军呢 这个进攻的部队 因为他打了以后呢 他没有攻 攻上来以后 开始撤退 14点30分呢 又接到这个山本的电话报告 这就是日志里记录的 一个时刻都有记录 当面之敌完全被击退 第一 一气尸体30具 向西方溃逃 我们可以看日军这个记录 都是非常准确的 这个中角潘的记录 是死亡30名 日军的记录也就是一气尸体30具 他这个不夸张了 他这个从这个作战记录中 就是写到这个一气尸体30具 向西方溃逃 也说明这个30具的尸体也是比较准确的 可以和这个中角潘的记录作为 这个作为互相的矫正 佐证 到下午的3点半 13点30分呢 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 到达这个一马岭 也就是这个路非常难走 虽然他给了一个 派了一辆卡车 主要是装炮 到了这个一马岭之前呢 去全城阳城小路 给人拉马拽 把这个东西给拽到这一马岭 所以下午3点30分才到达一马岭现场 这时候呢 这个八路军已不见了踪影 不见了踪影 这时候日军就开始打扫战场 另外派部 派了一队呢 向这个赵百村 也就是向西方的灵修方向进行追击 但是在追击途中 并没有发现 八路军的这个部队的身影 也就是他这个追击 八路军已经撤了 无影无踪了 下午3点半 进行追击 八路军已经撤离了 无影无踪了 这就是日军的这个 这个记录的这个战斗 在这次战斗当中呢 日军就记录了 这个八路军 遗弃了尸体30具 连很多是 还缴获了部分 这个枪弹和武器 枪弹和武器 还进行了分析 另外呢 日军记录自己的方面呢 是战死2名 战伤7名 也就是损失共9名 这就是洋长武报的 这个战斗结果 可以比较一下 日军战死2名 战伤7名的话 一共死伤9名 但是洋长武记录呢 就是战果是400名 这个阔水到了30多倍 30多倍以上 40倍 另外呢 到底这战果 到底是怎么样呢 往下面再进行一个战斗的这个 战图 在这之前呢 先把这个第四图打开 看看这个日军 在这个战斗翔毛当中记录的这个要战图 可以看这个 可以看这个 这张图呢实际上和刚才看那个电视图 你比较非常的这个 接近 就是它这个测绘的非常的准确 这个右边呢就是一马岭 就是战斗的地方 这个线呢是这个来源线和灵丘线的分界点 就是一马岭 这样一马岭就是一个一个关口 一个小关口 虽然它什么这个建筑都没有 这左边的几个村庄的白羊铺 幽战就是也就是这个这个白羊铺所在的地方 他这个也画得非常清楚 这个白羊铺分两路 他不是分三路 是主力呢是通过这个排阳铺 幽战到达一马岭 这个右路呢就是通过这个山 刚才照片出这个山岭 占领高地以后 从高这个居高临下攻击这个一马岭 当然这个高地他没有站住 这被日军给守住的高地 另外呢这个白羊铺是 经过了正面的三路进攻以后 三路进攻都被打败之后 正午之后 正午前后就开始向后撤退 但是他的撤退是比较从容的 也就是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死尸以外 这个把这个七十名伤员 这个八路军呢就一一 这个独立团都给带走了 这是从这个地图上来分析 整个呢就是一马岭 八路军的攻击 这个独立团的攻击失败之后 主动撤退 这是战斗的一个结果 下面分析一下 来做一个战斗的这个总结 这个日军的战斗想法当中呢 他这个因为他打扫了战场 也缴获到了武器 所以他是因为他是当时最怕的是什么呢 是苏军的参战 有苏联军队参战和苏联武器的参战 所以对这个武器这个分析的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详细 就是看这武器到底是中国自己的武器 还是苏联的武器 对于竞争 所以他做了战斗总结 总结中就是说 第一 这个 这次参加战斗的人非常勇敢 不像一帮的国民党部队啊 这个一打就犯的这种国民党部队 他说这个这支部队呢 是易马林属性的战斗当中的 这个敌兵为拥有排击炮的约步兵五百名 他数字也和这个巴主军记录几乎都一样 只少不多 他从来不夸张 说是有五百名 实际上是六百名 所属不明 就是他不知道这支部队是哪 军的部队 但是呢 他分析从这个死亡的人员都是二十岁以下的 年轻人 和携带的这个物品来看 是共产军的可能性非常大 不是国民党部队 当时这个八路军叫做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他因为是参加了国共合作以后 他从国民党他们领军装 穿的军装都一样 知道吧 所以日军他一时判断不出这是哪支部队 但是因为从这个战斗一个是年轻 和这个携带品不太一样 他认为这部队是共产军的可能性非常大 并称这支部队打的是比较勇敢的 比较勇敢的部队 另外他调查结果呢 说是这个携带的迫击炮数量和质量 与至今遇到的国军部队也没有差异 也就是说在这个重武器方面 就是八路军接到了 接受了这国民党方面提供的迫击炮和重击枪 这些东西相比起来呢 和其他部队没有差异 这日军主要的关心主要是武器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苏联的武器 第二点就是说呢 这部枪作为老朽的装备 数量亦有限 可以认为许多弹药都是通过同一支部枪射击的 这是日军的分析 也可以说在这个部枪的方面 八路军的部枪呢 是比一般的这个国民党的部队要差的多 他有很多呢就是土枪叫 土枪的射击又精确又不准又浪费弹药 所以呢他为了打得准确的 利用其中的一部分 比较精良的部枪射击 也就是有很多的弹药都是通过一支部枪射击 你这么分析 所以做了一个结论就是 共产军并没有受到苏联提供武器的补给 补给 做这么一个结论 这是日军的经过打扫战场以后 缴获到武器以后进行的一个分析 下面这个导播再把这个 第几图呢 第五图打开 这是它作为的 作为这个战斗详报当中的 几个这个统计表 这是三张表对在一起的 叫副表一 副表二 副表三 就讲到了这个 这个副表呢 是在来源的 是记录了四次战斗的一个统一的副表 所以它不是不是这个 夭战阻击的副表 它是这个几次战斗的一个总和的副表 从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就可以判断 它一共是多少部队参加 这个在这个期间一共有多少伤亡 它这个并不是这个夭战阻击的 刚才我们讲的 在战斗详报记录的就是死亡两名 负伤七名 但是这个 这支副表上出现的是 还有多一些 一共是 五次战斗一共是伤亡一共是二十名 就是其余的四次战斗当中 又出现了十一名的伤亡 这么一个记录 另外其中呢也记录了缴获到八艇机枪 其中包括三艇共击枪 五艇重击枪 三艇轻击枪 这些不一定都是八路军缴获 从八路军来缴获的 有可能是这个什么白石口啊 浮屠月啊 这些战斗当中呢 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那个枪支 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也是共产缴获的 就是共产党的八路军的一个枪支 所以呢 经过了这个日军的这个详细的记录以后 我们可以看就是至今蒙在鼓里的 蒙在水里的这么一个夭战阻击战呢 它实际上的这个战斗状况就很明确很明确 第一可以判断这支杨成武的独立团 所作战的所对战的这支部队 并不是杨成武所称的两个连队 而是一个中队 也就是八路军大约用700人 对日军的150人进行的战斗 这是夭战阻击的一个事实 另外战斗结果呢 杨成武称这个占领了一马铃以后 追击到来源收复来源以后 又继续追击了50里 这完全都是胡说八道 当时第九旅团是住在来源的 每天都有记录的 你收复了来源在追50里的话 人家肯定要记录的 也实际上都不存在 也就是说这场战斗 第一呢是他没有攻克一马铃 在中午时分已经八路军开始主动撤退 所以他没有大扫战场 杨成武这个回忆录当中 记录了很多大扫战场的细节 怎么去缴获日军的武器 这全都是在一起胡说 这个八路军呢 中脚盘记录是死亡30名 负伤73名 这个死亡30名 从日军的记录也可以得到证实 因为日军是遗弃 尸体30具 也就是在打倒战场 数了这个30具尸体 也可以得到证实 也就是八路军方面在战斗结果呢 是死伤103名 这是个事实 所以间谍400名300名 现在军史上都这么记录 所以间谍400名300名 都不是事实 所以事实和记录一比 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的八路军军史 和夭战足迹的实际 它有40倍的大差 八路军的抗日战争 很多的数据都是堆积起来的 另外呢 大扫战场是日军 并不是八路军 所以杨成功记录的大扫战场 攻克易马岭 追击到来源 这都不是实话 这就是来源 易马岭之战 这是八路军成夭战阻击的一个实态 经过日军的史料判断的实态 我们可以看呢 这个实态 你所记录这些东西 和这个军史上所记录的东西 或者是回忆录当中所出现的东西 它完全都不一样 你信什么 你信史料 檔案史料 还是信回忆录呢 从这个点 我们就可以判断的很清楚 我以前也讲过了这个李水清的 把这个 甚至把这个杨成功的记录这些东西 都搬到 这个工具都搬到自己身上 这就是用 就是写回忆录 大多数回忆录 都是这种东西 怎么能用回忆录来回忆历史 这个历史必须要看档案资料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